大家好,欢迎来到研谈股市 昨天这个JD.com它的股价涨了一个5.9% 主要是因为它昨天刚刚发布了它的这个业绩 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这个业绩是否有达到这个预期 基本上它的这个sales是有达到预期的 预期是215.22 billion 他做到了218.7 billion 然后earning per share预期是两块 他做到了3.16 所以他在这两个情况下earning per share跟这个sales都达到预期 然后超过预期的情况下呢就导致它的股价 昨天投资者就大量的买进就大涨了一个5点多个巴仙 OK,我们来看一起来分析一下它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财务报表 OK,主要它这里有告诉你说 它的这个net sales跟去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了一个25.5个巴仙 然后当中其中的是net service revenue也是增长了一个43个巴仙 然后income from operation 从这个net gap income from operation来看的话呢 这个季度是4.6个billion 跟去年相比是未跌了 去年是5.3个billion 然后 这个 non-gap的net income呢 这个季度是5个billion 跟去年是5.6个billion 然后这个dialue eps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3.1毛6 跟去年是3.4毛2 然后它的现金流 这个季度 这个是12个月的 已经增加了41个billion 从去年的这个37.3个billion annual active customer account 就是它的用户 也是有增加一个25个巴仙 在使用它的这个平台 跟去年去年只是一个441.6个billion OK我们看一下它们做些了什么 ESG方面 它就说它有捐很多supply kits 啊 来对抗那个疫情的 然后它也是有参与这个Chinese farmer festival 就是农夫的这个一些节情 然后Jedi Retail 最近它开了一个实体店 就是这个 金东梦实体店 然后引进了很多品牌 200千个品牌 200千个样品 然后150个品牌 然后它的这个 网站呢 也引进了很多 国外内的一些品牌 Home Decor的关系到家具 装修的等等 加装的用品 然后Sephora 这个是 属于是LV的子公司 最近也跟 Jedi.com合作 然后在它的这个 Jedi.com它可以卖 它的产品 然后 然后顾客可以在一个小时里面 就可以拿到 它的这个样品 只要它的 顾客附近有这个实体店的话 所以它就做这方面的服务 然后这个Jedi.com跟Data Group 和这个Asus也一起合作 Asus是 这一个 电 科技的一个品牌 卖电脑 主要是卖电脑的 然后它也跟它一起合作 它就 提供让顾客可以在里面选择 买电脑跟 一些的 科技的商品 也是一样 One-hour delivery 一个小时就可以收到 然后 Jedi健康 Jedi Health 也跟安联合作 然后它是 安联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保险公司 它就跟它做一个 线上的这些 保险 服务 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让他们可以买不同的这个保险 然后它也能够 连接 顾客跟 医生 还有 药技师 还有保险公司 所以基本上它是做提供一个 一 就是一站式的服务 让顾客从 买保险 到配药 到 就是 咨询这个 医生 健康上的问题 还有 在 Claim方面 就是 要 拿回 要输回 这些 费用 医药的费用 方面都是直接的 都是 door to door delivery 然后 拿药也是 door to door的 然后他也参加了 这个 Exhibition 就是 200个 机构的 Exhibition 然后 他就说要怎样的 来用Digital Empowerment 在这个 健康方面 让整个 整个 这个 整个 医药的 可以更好的连接起来 然后 JD Logistics JD运输呢 他就有 最近他就 开始 跟这个 运输公司 这个 有一个直接的 航空服务 就直接从中国 到欧洲 所以他可以 一天里面 就可以 送 把这个货送到 港口 然后 货 货品一个礼拜 就可以 到顾客那里 OK 然后他也有跟这个 Voloch合作 主要是 他会发展一些 Integrated Supply Service 给这个 中高的 用户 在这个 汽车行业里面 然后 他现在这个 JD Logistics 也在 处理着 1300个的 Wayhouse 然后当中 也是有云端的 Wayhouse OK 基本上是这样子 Free Cashflow 三个季度 是有下滑 我这里看到是 主要是他开了 实体店 有下滑 可是12个月来说 他的这个 Free Cashflow 就没有很明显的下滑 主要是开这个 实体店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 这些公司 他的业务 都有增长了 跟这个 阿里巴巴相比的话 就看得到 他有 做一些的东西 一直在 在 increase他的 Market share 特别是在 这个Sales 方面 然后 也开了实体店 跟阿里巴巴 一样 阿里巴巴开的是 SUN ART 主要是卖 Groovesery 这些 然后他们现在开的 这个Jedi Mall 卖的主要是 一些 就是 他这有说 Home Appliance 电子产品 等等 所以他走的路线 跟阿里巴巴 不不一样 不过看得出 他们现在这些 网络行销的公司 已经开始走入 这个实体店 OK 今天小小的分享 就到这里 你喜欢这个Jedi 都空吗 记得按赞跟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继续 请不吝点赞